今天我们的节目里继续为大家请来 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 为我们讲述红军长征路上的故事 欢迎金教授 最后的成功再加上红军南渡乌江 这使得蒋介石将红军消灭在赤水河以西 乌江以北的这种梦想彻底打破了 而红军也正式的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那么接下来红军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 1935年3月31号 就是红军南渡乌江以后 那么就四度赤水作战 整个打了一个斜 在北返很困难了 几个方向是望南还是望东还是望西 那么这几个方向就成为红军的未来一种战略选择 就是从红军南渡乌江之后 从红军3月31号渡过去的 蒋介石是4月1号发现 他发现通过空中侦察 发现红军南渡乌江 那么从4月1号到4月10号 这10天之内 我们说蒋介石整整难受了10天 对 就这10天就判断 红军的战略方向 不知道他要去哪 对 当时呢 蒋介石做了这么两个判断 他觉得红军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呢 要南下望南走攻击贵阳 第二个 红军很可能向南是阳洞 然后还要向东走 还是要到湘西 以赫龙肖克的红二军团会和 从老蒋的内心来说呢 他长期是非常担心的 红军望南 他实际上不太怕 红军望西不太怕 望北他也不太怕 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往东 因为往东就离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区域比较近 但是现在的红军望南的这个趋势比较强 这时候他有新增加一个担心 是什么呢 他正在贵阳 他正在贵阳 红军突然间渡过了乌江 如果向东对他的战略威胁最大 那么向南对他的战术威胁最大 离他很近 离他很近 直接威胁他的安全 当时贵阳的守城只有呢 就当地的军队只有四个团 四个团守着城是守不住的 老蒋很担心 当时他的幕僚都向他劝阻 说呢 即使红军向南攻击贵阳没有关系 因为追兵很近 后面有中央军 川军 包括湘军在追 侧翼还有滇军在配合 只有一天时间 援兵就能赶到 就是我们只要顶一天就行了 但是老蒋在涉及到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上 他这不是掉以轻心的 他绝不下这一天的赌注 万一这一天顶不住了 贵阳有一个机场 就是如果红军靠得很近的话 他坐飞机可以跑 那么贵阳机场的安全 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安全 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事了 4月1号他开始非常担心这个事情 红军到底往哪走 到了4月4号 前方有报告 说红军已经前方的部队 湘军的部队和红军遭遇了 红军正在南下要攻击贵阳 这时候蒋介石就很担心了 当时贵阳城也叫人心惶惶 最担心的事要发生 对 然后到了4月5号的晚上 郊外还响起了枪声 而且这个郊外的枪声响起来 正好在飞机场这个方向 蒋介石当时就非常担心 就说如果攻击贵阳的红军 首先把机场占了 那首先把他退路 逃不了了就 极电让滇军的孙杜纵队 不惜一切代价 急速向贵阳挺进 救驾 后来孙杜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快 虽然一边救驾的同时 蒋介石是让他准备了 他充分的逃逸的手段 如果机场被占了 飞机那不行了 他还有轿子 马匹 就坐轿子走也可以 骑马跑也可以 所以他还有两手 但是这时候 他单一他这手受到影响之后 红军如果上了一包围 那轿子和马匹都不行了 就要求云南的孙杜纵队 不惜一切代价 向贵州挺进 后来我们可以看 孙杜他带领滇军的纵队 我们讲 确实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行军能力 当时那段距离 按照常规 七天才能走到 孙杜纵队三天赶到 孙杜他来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因为蒋介石很急 救驾 蒋介石当时专门发了个电报 表扬他 叫滇军忠勇成谱 视为军人模范 表扬孙杜纵队 行军坚决 速度很快 结果就因为蒋介石的嘉奖和靠赏 给孙杜带来很大的麻烦 他这个军发的系统 你不是一个系统的 孙杜是龙云的人 是滇军的人 你蒋介石又发电报表彰 又给孙杜挂勋章 又给孙杜发奖金 你什么意思 你拉拢孙杜 而孙杜很高兴 你孙杜很高兴又什么意思 你对于投靠老蒋 你内心你还是很热乎的 想投靠中央军 对 就因为老蒋的孙杜行军很快 就因为老蒋这个表扬和靠场 和孙杜的很欢心的接受 差点丢了职务 龙云差点把它麻掉了 这让龙云非常恼火 对 我们所以说 你看长征路上 这复杂的情况 我们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 就是军发内部 老蒋内部也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 就双方的情况都很复杂 那么当然是孙杜纵队到了 后来发现什么机场响起枪声 是一场虚惊 红军并没有打 并没有过来打贵阳 讲究时的空军侦察 发现红军在清水江上架起了渡桥 然后红军渡过了清水江 渡过清水江什么意思 掉头向东 老蒋你看 哎呀 他的原来判断是对的 红军还要向东 到湘西以贺龙肖克会合 赶紧调集乡军 川军 然后让贵军 甚至把就是说 百中喜的部队也调了一部分 就赶紧加强东面的防毒 千万不要让 就红军又跑到东面去了 老蒋实际上是 他这个时候是上了红军的当了 红军真正的意图是向南 既不是向北 也不是向东 而是向南 所以当时红军就乘在东部和北部 组织包围圈的时候 东部包围圈最后 防御圈最后 这时候红军突然之间 以每一天行军一百里以上的速度 那么实际上从贵阳和龙里之间 二十公里穿 宽的地段 穿过贵阳 急速向南 我们说这是一段 是一段当时情况变化非常剧烈的时期 就相当于双方下棋 双方都要下筷子 灼紫就灼得很快 那红军一下就穿过去了 没有时间去做那种深远的思考 红军当时南渡无疆 然后再穿过了贵州 这时候表面看 暂时又一次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但是红军的目标到哪里 到那时候还没有定下来 因为红军的目标 虽然经过了四度赤水 虽然经过了遵议会议 我们可以看在遵议会议以前 那长征出发的时候 伯古里德 首先确定的方向是湘西 和以贺龙会合 到湘西会合 因为湘江作战的失败 湘西的方向否定了 那么到了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就在遵议会议以前 确定的是以遵议为中心的前北 在贵州北部搞根据地 前北根据地到了遵议会议又否定了 遵议会议我们说 遵议会议上提出来的是什么 就到川西北和赤华四川 那么这时候又开始 就是在彭德怀 杨尚坤的建议之下 又开始准备经营 就是川前滇边根据地 然后就四度赤水 四度赤水之后 当时把重点放在前西南 就是贵州的西南部 但是前西南又因滇军先到前西南 四度赤水 过了乌江 本来是想到前西南发展 但是滇军先到了 孙渡这个重队上来了 还是不能过去 对 直流向南 向南再往哪里走呢 蒋介石也琢磨不定红军的方向 红军当时也没有明确方向到底往哪里走 我们就讲当时那个局面就非常像精细里面 有那么一出武打戏 就两个人在黑夜里 你摸我 我摸你 两个人互相找不着 老蒋是这个态势 红军也有点这个态势的架势 就是说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到底在哪里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彭德怀杨尚昆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向东肯定不行了 全部毒死 向西 滇军已经先占领了西部 彭德怀杨尚昆 他们在4月13号有一封电报 这有4月13号这封电报非常重要 就是提出了什么呢 入滇 就要倒云 倒云呢 电文里说呢 目前只有争取到时间 才能有空间 我军往西甚至入滇 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 使我机动区域更大 则更能多得时间和空间 争取群众 巩固和扩大红军 那么就提出了甚至入滇这一点 我们说这个电报的整个关键 就是这四句话 甚至入滇 为什么要提入滇 还要提甚至入滇呢 对红军的领导者来说 对中央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来说 讲到入滇 大家感到心情沉重 走这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从江西出发的那天起 红军队伍就在争取北上 就是尽量要到达中国革命的中心区域 或者到达 以 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比较靠近的区域 而尽量避免被敌军压入了 经济落后 消息必塞 区域吧 红军很难发展 就是当时大家都已经看出了不得不入滇 但是大家都不提 入滇意味着什么呢 压到中国的最边缘 最不想去的地方 最不想去的地方 所以说彭德怀建议的电报 彭德怀 杨仁坤向中央建议这个电报 你看他写的 他说甚至入滇 实际上这个电报就建议只有入滇了 但是电报显示甚至入滇 就是说做 这一步打算也不得不做出来 红军规划根据地 包括遵义会议 就是说 包括离平会议确定了前北 包括遵义会议确定了川西北 根据地都离不了一个北字 最后我们是陕北 陕北根据地 都是北 就是红军力图往北面走 结果力图往北面走 你看比压的压的 越来越往南 越来越往南 压到云南去了 那压到很难的这个地步 所以当时来说下这个决心 绝不像我们有时候讲是 威逼贵阳逼昆明 我们唱歌都唱得那么轻松 四都治水出其兵 毛主席用兵真入神 好像红军一场非常轻松的 把敌人吊了个稀里哗啦 我们非常轻松的姓军 他不是的 当时的这个局面下 入滇来说 就是我们把我们压入一个很大的困境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就是克服了整个部队 一直存在的不愿入滇的情绪 那么最后决定采纳彭德怀的这个建议 就是指挥部队入滇 当彭德怀他们提出这个甚至入滇的时候 我们可以钦佩彭德怀他们的一个眼光 另外是勇气 当然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同志 他当时已经是军事上面的主要指挥者 下最后决心者了 那么同意了彭德怀这个提议入滇 我们将表现出这种勇气 我记得这个克拉塞维斯在战争论中 他讲过这种 就说杰出的军事领导者所具备的素质 他举了个例子 第一 杰出的军事领导者 他具备什么样素质呢 就说在黑暗中发现微光的能力 这是一种能力 智慧 寻找方向 对 黑暗之中 大家都觉得屋子非常黑暗 你看见有一线微光 这是你的能力 光做到这点还不够 第二 克拉塞维斯讲 敢于跟随这些微光前进的勇气 他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事统帅 所具备的核心素质 发现微光的能力 和跟随微光前进的勇气 我们拿彭德怀这个 甚至入滇的电报来看 那么彭德怀 杨尚昆的建议 建议红军大队伍甚至入滇 我们说不实为 在黑暗之中发现微光 只有云南方向有限微光 我们得到那 寻求升级 那么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的决定 那就是敢于跟随这些微光前进 这种勇气 我们说这就是发现真理和实践真理 那么 当然我们在今天讲到红军 包括摆脱敌人的追兵 入巅 最后渡金沙江 大陆河这种勇气 或者说 这种辉煌 我们说所有的意义 它都是行动之后才能够产生的 如果没有行动 那所有的你只是流于理论推演的问题 而所有的风险都包含在行动里面 那么当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这个中国军委 包括中央 中央红军下决心 最后就是入滇 4月24号 红军135军团全部进入云南 如今 现在来看 当然是我们整个红色激流中的一个小插曲 只不过是四度赤水非常乱 咱们走下来 然后到了云南 只不过是拐一圈 我们又出来了 拐了个小弯 我们又北上了 金沙江大陆河又过去了 但是你拐这个弯 历史踪迹是这样的 那么你当时拐这弯 你知道这个红线能抬起头来吗 能不能拐回来 对能不能拐回来 当时不知道 所以当时你要当时的情况看 红军主力入滇之后 你当时就觉得什么 就前程似乎渺茫 而且处境似乎日益的恶化 所以当时全军的情绪上下大幅度的波动 那么4月25号 4月24号 红军主力入滇 4月25号 中共中央发出一封非常严厉的点报 就是对前方指挥员发出一封非常严厉的点报 这个电报 这个电报什么呢 就叫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统一意志 贯彻 就是中共中央的意志 那么这个电报里讲 有这么几句 讲的话分量很重 讲 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决战争争取胜利 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 还讲 中央相信你们 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的意见 绝不会妨碍我们内部的团结 一致 以保持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 而且还讲 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 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激动 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 领导全体红色指挥员奋勇杀利 在这封电报里面 三次提到决战 两次提到坚决执行 两次提到紧急关头 紧要关头 对 这就是什么呢 当时红军四度赤水 然后紧急着入巅 大家都感觉到 我们越走越偏 越走越远 越走离中国革命的中心越远 那么部队里面越走越累 也是 越走部队损失越大 那么队伍越走越小 这时候部队内部议论纷纷 大家情绪不稳定 就是核心一点 红军打仗 发展 从来依托根据地 从长征开始到现在 一直找不着根据地 找不着新的落脚点 所以当时全军上下那种焦躁 焦灼的情绪是非常大的 士气低落 而且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没有信心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上 议论纷纷 包括议论已经达到了领导层 就连军团的首长都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中共中央4月25号 给前方指挥员 就是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报 非常严厉的 就是要统一思想 三五年的4月25号 这一天两封电报是非常有意思 一封中央发了一个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统一部署 这个电报 就在这一天 林彪宁容真 两个人联名 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 这一封电报呢 是颇不可惜 这封电报也是 我们讲的 红军史上 就我们战史上 非常重要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里面讲 目前战略上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川 滇 前 乡 各敌 以及中央军 正分路向昆明东前进 阻我折回前夕 企图歼灭我军 与昆明东北之狭窄区域内 在目前形势下 我军已失去回前北的可能 且无法在滇东展开局面 林彪宁容讲的非常清楚 就入滇是不行的 就入滇已经进来了 但是在滇东展开局面 在云南搞根据里不行的 敌人大兵已经过来了 压迫和消灭我于昆明东北的狭窄区域以内 野战军应立即改变原定战略 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 先占领东川 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 入川向川西北前进 准备以四方面军会合 这封电报非常重要 也非常大胆 中央刚刚发出指示 让指战员不要争论 坚决执行军委命令 然后林彪 聂荣真来电讲 以失去回前北的可能 而且无法在滇东展开局面 好像你从表面一看 好像与中央的方针唱对台戏 而且电报里用了三个音字 我们是个音字 我们在今天公文行文的时候 你要非常注意 公文行文的时候 我们今天非常注意 你音字 你下局对上局 你能有音吗 我们当时党内的气氛 他就这么直来直去 他倒不也不是忘了 就当时这种党内军队 这个非常好的气氛 大家畅所预言 当时中央把这个电报压下来了 既没有回电 也没有采取这个电报的 所提的这个方针 就是进入云南入巅了 伪敌甩掉一些 但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在昆明的东北区域 这个狭角区域陷入困境 我们入巅之后甩下了伪敌 必须立即掉头北上 北渡金沙江 准备以四方面军会合 这个方向实际上是 红军未来走的方向 但是中央的意识 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就是林彪的电报来了之后 4月25号电报 没有采纳 那么先把它放在一边了 当然是 他这个电报提出了个 电报虽然非常尖锐 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红军未来采取的 这个方向 我们说这封电报 虽然口气激烈 但是实距会演 确实是看出了这个敌人的缝隙 应该从这个缝隙穿过去 那么4月26号 彭德怀 杨仁坤的电报也来了 彭德怀 杨仁坤的电报也讲 争取在滇前 各个击破敌人的可能性极小 就现在很明显 我们在云南 在贵州 各个击破敌人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此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战略上 已经陷入了不利的地区 因此电报也建议 不像林彪的电报很明确 但是呢 彭德怀和杨仁坤的电报 也非常明确 就是我们现在已陷入战略困境 在战略上陷入不利的地区 因此建议 明日应该继续向西北前进 渡过东红江 争取几天的休息 等等 也把这个大致的方向提出来 那么呢 当时中央还在考虑 中央军委 中格军委还在考虑 我们讲三人团 周恩来 毛泽东 王家祥 这三人团 还在考虑 就是到底怎么办 但是核心的一点 就原定的方案 原定入巅的方案 原定入巅 在昆明东北区域 以敌人展开决战 这个方案被放弃了 因为议题决战 我们经常讲 议题决战 就容易出问题 对 那个方案呢 就是在滇东 以追敌决战的这个方案 实际上在这个林彪的建议 和彭德怀的建议之下 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 4月28号 中央发出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 就已经决定 实际上决定 采纳各军团 这个电报的综合的意见 实际上就是林彪 彭德怀 彭德怀 杨仁坤 电报意见的综合 中央已经定 就是中央红军的决策层 已经做出了这样非常明确的指示 就是新的前进方向 已经确立 4月28号 当时中共中央在宿营地开了个会 就说当时研究的 已经不是在滇东决战了 而是北渡金沙江了 就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这个电报虽然口气很硬 虽然一句话提了三个音 但是毛泽东最后还是从箭如流 只要你的意见对 是正确的 而且你的意见 你看出了敌人最薄弱的环节 那是可以的 那么4月28号中央的会议 就讨论如何渡过金沙江了 4月29号 那么中国军委发出的 叫万万火急的电报 万万火急 对 万万火急 电报的最高一级 就什么呢 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 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就是已经是 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就原有的方向再放弃 滇东的方向放弃 北渡金沙江准备在川西 以四方面军会合 那么这封万万火急的电报中呢 我们这给大家引用两点 第一点里面讲了 因为遵议会议就提出来了 建立川西北根据地 以四方面军会合 所以在这封万万火急的电报里 中央就这个意思 就说呢 我们现在遵议会议提出的川西北根据地 今天终于能够实现了 终于有这种机会去实现它了 但是呢 我们讲它实际上还是不一样 就是中央到了这个时候 采纳林彪 内容真和彭德怀 杨尔昆的建议 还不是简单的对遵议会议的回归 那么遵议会议确定了川西北的根据地 是什么呢 在卢州宜宾这一带渡过长江 正是敌人的一个强点 所以过不去 折回来了 而现在北渡金沙江到川西北 恰恰是敌人一个薄弱环节 就这次跟上次 就此次不同于彼此 上一次你选了敌人一个强硬的 一个硬壳 现在你选敌人一个软肋 它完全不一样 虽然中央的电报讲 现在我们要实现遵议会议的方针了 实际上它不是的 实际上是什么呢 已经经过了千难万险 四度赤水 渡过乌江 进入云南 我们这一切的寻找 寻找一个什么东西呢 寻找到了敌人最薄弱的环节 把追兵甩得差不多了 然后实际上你从云南这方向走 实现北上是敌人最薄弱的环节 就最容易实现你北上的企图 那么第二个 就是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里面讲的 就是要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 转入川西 建立苏区登居地 那么我们从这可以非常清楚看出来 红军的战略方向再次发生重大转变 就是决定入滇之后 把追敌甩脱一些以后 决定掉头向北 那么北渡金沙江 我们说呢 这是从江西出发以来 一直寻找到西南边陲 终于找着了北上的道路 想向北都没成功 红军没有长征 先组织了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损失重大 然后北上四川 北到前北都没有搞成 那么在这儿出现了这样一个 向北的契机 向北的契机 终于出现了 中央正确的采纳了下面指挥员 提出一些正确的意见 所以小平同志讲过句话 就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全党 对 我觉得这话绝不是空话 绝不是小平同志讲的句客气的话 毛泽东思想 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产物 它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小平同志讲的话讲得非常好 全党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同志迅速的采纳了 党内这些非常好的意见 那么形成了自己的正确的战略决策 就是我们经常讲吧 众人食材火炎高 我们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 也是这样 所以当时呢 全军各个集团 就是按照中国军委 4月29号 那封万万火急的电报 整个部队重新编组 高速向金沙江 进击 由于主力部队去了贵州 云南王龙云身边 只有500名民团 他知道 这些乌合之众 根本就不是中央红军的对手 为了自保 他一面下令孙渡部队 尽快返回 一面命令各地民团向昆明击中 这样 金沙江沿岸的防守出现了漏洞 金沙江又成为了红军的一大关口 实际上当时啊 老蒋也不是傻子 老蒋发现 就说 这个红军到达了昆明的东北部的时候 当时的龙云非常着急 龙云在远云呢 他的昆明啊 昆明是他的老窝儿 他怕红军端了他连续向蒋介石呼叫告急 蒋介石当然看龙云嘛 他要龙云帮他忙 他这帮龙云的忙 他命令薛岳带领这个中央军迅速向昆明靠拢 就这个龙云之急 但是呢 薛岳纵队正在前进的过程中呢 老蒋通过空中侦察已经发现 红军掉头向北 乖弯了 对 红军要北渡金沙江 就红军北渡金沙江的企图被蒋介石发现了 所以他就电令薛岳 不要到云南 不要到昆明了 赶紧掉头向北 同时要求川军 川军的阳森部 刘文辉部调集重兵 就是要围住金沙江 就是一定要在金沙江把红军阻住 因为我们说呢 军事行动就在于突然性啊 但是老蒋通过空中侦察 红军发现意图 对 北渡金沙江的意图已经被蒋介石发现了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如果金沙江我们不能迅速的渡过去 不能掌握渡口 那么呢 就是什么呢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金沙江就成为红军一条险境 所以当时中国军委的4月29号电报 怎么叫万万火急 编了三路纵队 当时呢 以红衣军团 就是为这个左纵队 要求红衣军团在这个金沙江的叫龙阶渡方向 强行渡江 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 在鸿门渡方向渡江 然后以红五军团和中央纵队 和这个军委的这个领导者 边为中央纵队 在这个角平渡方向渡江 渡江 那么 龙阶渡 鸿门渡 角平渡 就成为了红军 未来决定红军命运的三个关键的渡口 当时是中国军委的命令 5月2号下达 要求在5月5号 5月5号之前必须到达渡口 赶紧抢渡 三路纵队 全部是连夜急行军 强行军 因为那时候都是已经 就是我们说争取这个性命攸关的这个时刻 而且大家的情绪当然也不一样 一说北上了 那大家情绪不一样 左右中三路纵队都在5月4号就提前点时间 都赶到了渡口 但是不顺利的是什么 三路纵队中两路纵队受挫 首先是红一军团 一军团首先受挫 一军团到达了龙阶渡 龙阶渡一看 渡船已经被敌人烧掉了 因为蒋介石已经事先发现意图 要求川军的刘文辉严密防守 渡船全部烧毁 渡船没有了 那么当时架桥 架桥刚开始想连门板 用铁丝把门板串起来 金沙江水流非常急 门板到江里马上就连消息都没有 那么后来又想了办法 让骆子把骆子赶过去 把骆子比如说拴上铁丝 把骆子赶过去 先把铁丝拉起来 然后再打门门板 能不能把浮桥搭过去 骆子刚下水 骆子往前走了不远 骆子不赶 骆子回来了 折回头来了 骆子不赶过 水流太湍急了 水流湍急 都没有弄成 我们现在可以看 当时这种迥军团 龙阶渡受阻 三军团也很不顺 鸿门渡 三军团在鸿门渡 浮桥架起来了 比一军团要顺利一些 但是刚刚渡过一个彭雪峰团 三军团我们说编制压缩之后 只有四个团 那么彭雪峰团刚刚过去 扶桥冲断 再打不起来 三军团也阻住 就一三军团 断两个渡口 龙阶渡 全部阻住 这时候我们说 全军的眼光 集中到了中央纵队的角平度 我们说在这时候 刘伯成立大功 大陆关键时刻 突破吴江 刘伯成立大功 突破金沙江 刘伯成立大功 刘伯成是什么呢 他首先化妆 他带的先遣队 首先到达了金沙江边的角平度 角平度 他带领先遣队穿着国民党的军装 敌人都不警惕 然后到了守军毫无防范 没想到红军来的这么快 结果在角平度 一下缴获了 当时的守军 守军还没来得及撤 缴获了两条船 然后坐这两条船 继续穿着国民党军装 过江了 过江 然后在江对岸又搅过了四条船 这一下刘伯成一下手上掌握了六条船 但是刘伯成掌握这六条船之后 他不知道全军的希望都在他这手上的六条船上面了 他不知道红一军团 红三军团 过不去了 不知道彭德怀和林彪全部守军 过不去了 他当时给朱德总司令发了个电报 这个电报叫严简易改 没有多少话 这个电报讲 角平度有船六支 每日夜能度一百人 军委纵队 五日可度完 他说军委纵队 五日就五月五号那天可以度完 五日 五日可以度完 那么我们经常讲 就是工农红军作战史上 作战电文耗如烟海 有些电文是非常珍贵的 包括像是刘伯承的这一封电报 严简易改 就核心是什么呢 电报非常简单 不讲任何意义 带着系全军性命于六条船 就是角平度有度船六支 每日夜可度一万人 二十四小时可以度一万人 天大的喜剧 我们说天大的好消息 当时呢 就说呢 对于敌军主力已经逼近龙街度 鸿门度的一三军团要抄得底了 这时候 你突然之间真是个天大的喜军 天大的生路 所以当时呢 中国军委主席朱德立即电令 一军团三军团 抛弃在当地一切架桥企图 立即掉头北上 抓紧时间在角平度 实现全军的过疆 当时呢 这个朱德的这个电报分配的讲的是什么呢 三军团必须六日佛小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 现六日六日夜渡河完毕 因为中央纵队五日可以渡河完毕 五号渡河完毕 三军团你六号必须渡河完毕 然后一军团七八两日为一五军团赶来渡河的时间 一日夜渡一万人 就赶快让部队上来渡河 刘不成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全军都要从他的角平度这渡河 没有想到全军都要利用他搞着这六条船 红军在角平渡口渡江时所用的渡船 大船可渡三十人 小船只能渡十一人 船已破烂 水不停从船底进入 每次来回都要将船中水倒入江中 才能重新渡人 当时两岸悬崖峭壁上满是部队 马匹和行李担子 人马拥挤 一不小心小船就会翻掉 这六只木船承载着数万红军的性命 甚至承载着中国革命的前途 当然我们说呢 我们在前方的战将这种积极性主动性 你看刘不成 中央的电报一来 说一军团三军团都要在你这儿过江 六号三军团过 七号八号一军团五军团过 刘不成一看事关重大 立即采取个主动的行动 什么样的主动的行动呢 他立即命令宋任琼带领弹幕团 前出 就是你不是已经多去了吗 前出二十公里 把前方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叫通安镇 抢占通安镇 他这招很厉害 就是中国军委并没有命令刘不成去抢占通安镇 刘不成主动的一定要抢占 幸亏抢占了 我们可以看红军中 你这红军的生命力 他绝不仅仅在于领导人给你下一个一道一道 非常英明指示 就前方指战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所产生的创造性 刘不成这招很绝 他命令渡河的部队迅速抢占四十里以外 就二十公里以外的通安镇 如果你不抢占通安镇 敌人把通安镇占了 你这个脚平度也要丢掉 就失去了 当宋任琼带领的部队冲到通安镇的时候 敌军刘文辉部队已经来了 刘文辉的侄子叫刘延堂 已经带着部队上来了 结果是宋任琼带着干部队 一个冲锋把敌人冲垮了 把通安镇占领 实际上是保证了什么呢 保证了渡口的安全 建立了一个缓冲区 对 很大的这样一个区域 你保证 你在前面 把通安镇占了 你才能把你的脚平度稳住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呢往往胜败细于一念之间 其实这个军事行动啊 兵机从来是稍纵即逝 我们和我们各级主动员 指挥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包括我们确定上金沙江的这种林涅的电报 要求脱离也是脱离这种险境的 彭阳的电报 和刘国成这种积极主动的这个行动 那么我们讲一支队伍 他就是这样 他的生命力不仅在领导者 在于这个千千万万个指战员 他们这个积极主动的行动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 因为一军团渡河比较靠后了 一军团因为是三军团都渡过去了 一军团几乎成为最后渡河的最险 当时的情况呢 就敌人追兵上来了 稍一慢就容易被敌人隔断 一军团又是红军中的主力的主力 所以一军团能不能顺利的渡过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非常揪悉 角平渡北岸 有一排在石壁开凿城的山洞 这里就是渡江指挥部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到北岸 不顾长途行军的劳苦 在那阴暗超湿的山洞内 紧张的工作 指挥红军渡江 就是在这尖沙疆换的石洞里 中央领导度过了几个紧张繁忙的昼夜 中央纵队早过去了 三个领导者一个都没有走 站在河的对岸 对岸有山崖 有山洞 三个人站在洞口 就等着 等着主力的主力 一军团过来 结果一直等到是什么 就是一军团急行军120里路 赶过来 然后一夜之间翻山越岭 48次越过急流 强行军120里赶过来 那么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 一直站在江北的崖洞中 就是等待有被割断危险的一军团 就当时这种险境 那么后来到了5月9号 整个红军队伍 全部从角平渡过 除了彭雪峰团 从鸿门渡 福桥没有冲断以前渡过去以外 全部是由刘国成控制的角平渡 六条船 过去的是谁呢 李德 我们要提到李德 李德自尊医会议 失去了指挥职务之后 没有明确的职务 就跟随中央纵队长征 李德就是这一幕惊险 红军怎么四度赤水 怎么南渡乌江 怎么入巅 怎么北上突破金河江 李德已经不是个指挥者了 但他是个目击者 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李德就说在这个险情迭出的队伍里 他变成个见证者了 尤其是突破乌江以来 刘伯成作为先遣队的指挥员 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军事 相当于军事艺术 军事表演 李德由衷的残忽 李德1974年写了本书叫《中国记事》 他回忆他参加中国革命 参加长征 那个记事里 他实际上带有很大的这种色彩 就是把我们很多领导人 就加以污蔑 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就他正确 别人都不对 但是写到刘伯成 在突破乌江 强度金沙江这点 李德是衷心的佩服不宜 李德在他的这本书里写 说刘伯成是四川人 辛亥革命后 在四川服役多年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 还讲了 刘伯成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 戴上了国民党的帽灰 他自己也穿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衣服 还讲刘伯成乘船渡江 以敌指挥官交涉 使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 怎么把敌人骗得上当的 而且呢 还显了 刘成功的从国民党的监狱里 释放了几个遗族的首领 在他们的帮助下 双方签订了一项红军和平通过和购买粮食的协定 他那个中国济世 虽然把中国的很多领导人都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但说到刘伯成 说到刘伯成的这一段 一口一个刘 或者一口一个刘伯成 非常钦佩 由衷夸赞 由衷夸赞 我们说呢 当李德一遍一遍夸赞刘伯成的时候 他忘了在苏区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 他对刘伯成的指责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 他对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成 他训斥 他训斥什么呢 他说 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 你白在苏联扶龙之学 学那么多年了 那话是很硬的 而且李德也忘记了 他当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之中 李德有一次急奔的去红军总参谋部 刘伯成是红军的总参谋长 路上有几个战士正在做饭 那个郭造挡住了李德的去路 李德飞起一脚 一脚踢翻 把郭造踢翻 骂骂咧咧咧地就冲过去了 刘伯成非常火 刘伯成批评李德 你这是帝国主义的行为 刘伯成就因为这句话 失去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 李德把你撤了 对 李德当时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 我们看 但是现在通过军事实践 一遍一遍地说 刘如何如何 刘伯成如何如何 充满了这种钦佩 那么这是 当然我们说 李德他跟着红军长征 眼看他亲眼目睹了 他在做红军指挥者的时候 红军这种失败 这种损失 那么当中国人自己 中国的将领 中国的领导者 自己指挥自己的队伍的时候 李德他是由衷的赞叹 他内心看 我们怎么克服千难万千 取得这个胜利的 当然红军渡过金沙江 我们说最苦的就是刘文辉 老强给刘文辉布置任务 要把金沙江堵住 围歼红军于滇东 整个计划破产 那么呢 而且谁把杜河丢了 就脚平杜的杜河丢了 就是刘文辉的侄子 刘元堂 刘元堂他动作也很快 他来反击来了 结果不是同安镇 让宋志琼干不赢 一个跟头的打跑了 我们讲刘元堂是急得放声大哭 我们讲这个吴启伟 丢了部队 在乌江边放了 刘元堂 刘文辉的侄子 丢掉了金沙江的渡厚 也是放声大哭 后来的台湾的所谓国防部 台湾所谓就是国民党 就是蒋介石政权的国防部 国民党的战士 对红军突破金沙江 是这么描述的 有这么段话 他叫 共军人枪虽少 但行动极为灵活 一路向西窜进 国军既拦截不到 亦尾追不及 其5月9日 于武定以北地区渡过金沙江 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康之惠岭 追缴军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进 前滇地区之追缴作战 余烟结束 我们讲这一句话 就余烟结束 就整个的在前滇这一带 包括四川的南部 贵州的西部 北部和云南的东部 这一带对红军的所谓追缴围堵 实际上叫余烟结束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彻底的失败 就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红军走到了这儿 就真正的获得了一个主动权了 那么摆在红军面前 可能希望要更多一些了 那么在以往的节目当中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 就是在我们走向辉煌这个系列里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以跟随着您 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 所领导的这支队伍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由胜利走向胜利的 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 当每一次聆听到 很具体的历史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胜利当中 蕴含了那么多艰苦卓绝的努力 面临了那么多生死的考验 这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实践 而且在巨大的历史洪流面前 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那些伟大的人物 著名的将领 他们所体现出来的 对历史的引领作用 也跃然至上 非常感谢金将军的讲解 讲述一段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 呈现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领略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教授 为我们精彩解读 国际背景下的 中国革命光辉历程 运用战略思维 战略意识 评点那段辉煌的历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